原站第一屆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力評延續綠營政權 但他該上屆2020總統大選結果 同樣撒喀都 蔡英文以817萬多票 創下時尚最高得票數 也為賴清德設定了一個高門檻 指控背景不同 加上藍綠白政治版快變動 想複製小英的慎選模式 魔鬼藏在細節中 哇 我們家有一個小帥哥 你們多大 我們三歲多 高級小朋友已經搭阿公的賴清德 架式有模有樣 這跟民眾拉近距離的撇步 其實當時蔡英文也愛用 另外還有這招 踩上車半個身體都挺了出去 當初蔡英文選舉時 上車後同樣不忘搖下車窗 再跟支持者揮揮手 增加黏著度 大選白熱化賴清德的肢體語言 也出現微妙變化 或許賴清德沒有外界想像中的 那麼驚 尤其團隊也集思廣義 要展現他思想的一年 花生吃播主到處爬爬走 體驗在地文化 而探開賴清德官方YouTube 各系列影片 其中結合了九位插畫家的賴桑與我 講述賴清德與毛小孩Look的故事 成了熱門點閱 更是激進他高點閱影片的排行榜 但最吸眼球的狗狗貓貓有了他的加入 對賴清德來說才是大大加分 被稱為戰貓的賴清 正是合體賴清德 賴清德投入明白告訴當初投給蔡英文817萬的支持者 民進黨這一戰就是延續小民之路 美情粉更翻出她當年為婚姻平權發生的畫面 也為賴清德這一仗增添多元力量 許多多元性別族群的孩子們 不要怕 不要躲藏 因為你們不孤單 我們會跟你們在一起 因為每個人都值得被愛 賴小沛位在北平東路的鏡總 也是蔡英文2016 2020 兩次總統勝選的鏡總所在地 承接福地能不能同樣承接下一棒 就看選民能否真的信賴 記得張哲平 李俊英 台北報道